哥哥们上几个故事咱们讲到我 这唐山一宝大哥三宝的杨树昆呢 得知自己的劳斯雷斯啊 被人家给踹了三脚 那你看当时啊 他也是非常非常生气 在唐山讲话谁敢踹我车呀 带着自己的保安呢 就来到我这个刘汉的房间了 那你看刘汉他们呢 正在这家怀里边搂个油灯锤 搁这家聊天呢 这房门呢一脚就被人家给踹开了 这三宝的杨树昆一看是刘汉 当时啊他也是一愣 没想到我刘汉竟然再次赶来唐山 这个时候这杨树昆找了手 是他踹我的车吗 这个时候这保安说杨总 就是他踹你的车 行了我知道了你走吧 这边啊 人家保安就走了 这杨树昆带着十来个兄弟 走到刘汉面前 刘老板到唐山来忙什么了 这个时候人家刘汉说 到唐山呢 没完事做点小买呗 唐山你还敢来呢 周公子来呗 周公子来没来呀 杨树昆知道刘汉并不可怕 因为他最怕的就是周公子 周公子曾经啊 让他损失了好几千个W 这个时候刘汉说 周公子没来 我自己来的 行 我听说你踹了我车呀 谁让你踹我车的 刘汉说 我踹你车怎么的 我看见你我都想打你 今天我就带着兄弟少 带着兄弟多呀 我什么就揍你 这边啊 这三宝子杨树宽呢 你看啪啪就一下子 照着这个刘汉呢 直接就来了一耳雷了 当时给刘汉呢 就给他妈打猛了 后边刘汉的几个保镖 直接把枪就掏出来 别动来都别动 包一下子 就给三宝子呀 给怼上了 刘汉这边往前一站 三宝子 你敢打我 你就不怕周公子收拾你吗 三宝子这边一看 周公子在哪呢 啊 周公子在哪呢 刘汉说行啊 我现在就给周公子打电话 这边上 把电话了 就打给周公子了 但是刘汉自己边心里清楚 这电话是打不通的 因为周公子现在呀 在漂亮国的 但是在电话里边 他还得装啊 哎周公子 我在唐山呢 三宝子杨树宽呢 又打我了 我提你了 提你不顶用 还是照样打我 行 你抓紧过来吧 这边刘汉故意的看见没 我已经啊 给周公子打电话了 等周公子来之后啊 你就等着耐揍吧 这边三宝子一看 我看看周公子 什么时候来 刘汉说 啪 啪 当时刘汉呢 拿着皮球瓶子 照着三宝子 框框就来信 两下子 这当时呢 三宝子拿着 被这个枪指着呀 他也就没敢反手 这个时候 这三宝子瞅着瞅着刘汉 行刘汉啊 你等着 这个事咱俩没完 三宝子带着兄弟就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三宝子是真怕周公子 那你看这刘汉 当时往这块一坐 也没有玩的想法来 那旁边的三部集团的 董事长李森 也搁这块 他也不想玩的 这李森呢 直接就跟这个刘汉说了 说那个刘老板呢 你看这三宝子 他可不是一般人的 你把他给打了 我觉得这个事啊 不能就这么轻易的玩了 要不咱们就先出去躲一躲吧 这个时候刘汉说 躲什么躲呀 他怕我 你不用管他了 我来了之后 记住从今以后啊 没人敢欺负你了 咱必须拿你的 那行吧 那我听你的 哎呀你就听我 对吧 你放心吧 就这么点 这刘汉他们呢 当天晚上也是没玩 但是呢 各自就回各自的家了 回酒店了 这刘汉呢 他也是有点害怕 但是呢 他毕竟在李森面前呢 不能表现出害怕了 三宝子那边等了两天 一看周公子也没来 妈的 这刘汉是把我给耍了 啊 这刘汉到这个唐山来干啥呢 还跟那个三部集团的 董事长李森在一起 他俩不是跑这个 又包矿来了吧 这个时候 人家就喊了 兄弟啊 兄弟啊 把自己的兄弟给喊来了 说怎的了 三哥这么点 开车咱们到矿物局去 这当时三宝的杨树宽呢 带着两个兄弟 就来到矿物局了 就找到我当时啊 哎 这个矿物局的领导了 人家一问 说你们 这个汉龙集团的老板刘汉 包括和三部集团的董事长 是不是在这块有承包煤矿 啊 有三个煤矿 他们要共同承包 第一把就说了 说那个老吕啊 这个事啊 不能包给他 这煤矿啊 也不能给他干 不是 那个杨老板 你看别的事啊 我都能帮个忙 对不对 这个事啊 我真帮不了 那周公子啊 而且亲自打电话交代了 这三个矿啊 一定要包给汉龙集团 那周公子的事 我也不敢怠慢呢 对不对 那他妈的 反正啊 你不能把这矿包给他 我不管周公子怎么说 这个矿你要包给他 我指定找你事 不是 你看 你也会得罪不起 这个周公子 我更得罪不起 那个杨老板 你别为难我 但是我告诉你个事 你要是真有那个两下子 刘汉呢 现在啊 正在贷款呢 知道不对 准备要贷七千万 就在咱们唐山贷呢 你不行 你阻止他贷款 他没有了钱 他就没法承包 这个没矿了 是吗 在哪个那个 银行呢 就是那个啊 小商行 行 我知道了 回首这边出了之后 我把电话打给啊 商行的行长 于国立 于国立这边一接 你好 我是华云实业董事长 三宝的杨树款 哎呀 你好杨总 我听说 有个叫刘汉呢 在你这块贷款呢 是不是 你这样 这个款呢 不能给他贷 不是 人道 那啥意思啊 我说不能贷 就不能贷 听见没 你要把他这款给他贷了 我指定找你 那你看呢 这刘汉这七千万 贷没贷下来呢 这周公子和刘汉 怎么拿捏杨树款呢 老弟啊 下集给你讲述